有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 所谓气象武器的说法最先来自美国媒体 中国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只是进行了援引和转载 不存在炮制散布虚假信息一说 真正在炮制和散布虚假信息的是纽约时报 事实是面对天灾中美两国人民从来没有袖手旁观 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美国企业和人民纷纷捐款捐物 向中国人民伸出援手 随着疫情在美国蔓延 中国地方和民间紧急筹措物资 千里驰援美国二十多个州市得到美方人士的高度评价 去年八月重庆山火 中国西南大学的美籍教师扛着邮聚上山救援 中国网民纷纷点赞 夏威夷州爆发严重山火之后 中方也是第一时间慰问 并表示愿积极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些才是中美地方和民间交往的真实叙事 我们奉劝美方有关媒体遵守真实客观中立的原则 停止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